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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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巴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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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早晨我们要祷告 我们要相信神 在神的殿中当你呼求神 神说我要在我的殿中 要垂听你的祷告 所以今天早晨 我们在神的荣耀同在当中 无论你带着什么需要 今天早晨神应许我们 神应许我们 祂要在圣殿中 祂要垂听你的祷告 所以今天早晨 神如果你身体有需要 家庭的需要各方面 你带着重担 好不好今天早晨你可以勇敢 放胆的来到主的面前 我们在神的同在里 我们不是好像只是来参加一个主日 敬拜只是一个过场 等一下听个讲道 我们就回家 每一次我们应该带着一个充足的信心 神啊 我不是要白白的来这一招 我来到这里 我有一个目的 我要遇见你 我要经历你 主 我生命中有问题 我的环境有困难 可是我信靠我的神 我知道我的神 你可以为我脱离开 一切摆在我前面的大石头 小石头 大山小山 都可以挪影 神 我可以紧紧的抓住你的应许 所有的应许在耶稣基督里 都是是的 都是阿们的 神啊 求你把这样一个坚定的信心赐给我 弟兄姐妹 如果你没有祷告 你不会有这样坚定的信心 任何环境临到你 你就摇摇摆摆 可是当你常常借着祷告祈求 在神的同在里面迫切地祷告 你一定要经历神迹一个又一个又一个 又一个的发生在你的身上 因为再信的人凡事都能 神说再信的人凡事都能 今天早上主说你要什么 当神来到我们中间 神问他的儿女你要什么 我们不是在那里结结巴巴想不出我们要什么 我们有所求 我们有所要 我们可以告诉神 我们可以用信心来回应神 神啊 我要我的丈夫归向你 神啊 我要我的职场有一个转化 神啊 我的课业 我的儿女有一个问题 主要他需要得意志 清楚地告诉神 神要成就一切超过你所求所想 我们今天在这里绝不突然 我们敬拜神 当你献上赞美的祭 感谢的祭 你知道神也有为你有一个礼物 有一个预备在你的身上 这天早晨 好不好把你的需要带到神面前 告诉神 神我不是只是在这里悠悠愁愁的 我不是只是在这里觉得好像 就做一个主日 不 今天早晨不一定要遇见你 不一定要经历你 神再一次地提升我的信心 好不好让我们同心合意的为自己祷告 按锁在自己的身上 今天早晨神机要为你预备 今天早晨神要按锁在你的身上 神要触摸你 神要释放你 哈利路亚 所有压制的你 要从你的身上要离开奉耶稣的名 释放 释放神的恩典 释放神的供应在你的身上 哈利路亚有一个奇妙的转化在你的身上 在神的同在当中 阿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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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沙巴巴巴尼亚 噔 conocer 噔 lover 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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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 b r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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耳ہ И呢 �� 耶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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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盛 喔 耶稣 在里的 身体 大大 地得생 他这个 家庭 大 地得 神 亚 在那个 破碎的 关系上面 大 地得 神 今天无论你在哪里 大声地祷告 平息一起来祷告 平息一起来祷告 我们的神说今天早晨 我要把我的钢墙壮胆 更多的放在我亲爱的儿女身上 所以你不要害怕 我把我的钢墙壮胆放在你的身上 虽然有的时候你会很痛苦 你会在那里呐喊 你说破碎了 怎么可能再修复 你觉得这样的一个问题 怎么可能再被恢复 你非常的痛苦灰心 软弱在黑暗当中 有时候你觉得干脆死了算了 可是神说再神 再神没有难成的事 神要你扬起那个信心的眼睛 看见 常常宣告耶稣是得胜 耶稣得胜 不论发生什么事 不断的宣告耶稣得胜 耶稣得胜 让耶稣得胜的恩高 一直的充满你恩高 你从头到脚 从头到脚恩高你的全人全身 恩高你的环境 哈利路亚 我们的神 祂永远得胜 神要拉巴哈巴塞 哈利路亚 让我们再次向神 献上了最大的赞美 哈利路亚 献上了最大的真容 你为我们的神 祂永远得胜 那是昨日今日 直到永远不改变的那一位 哈利路亚 希里亚 拉巴哈巴 耶稣 可 希里亚 哈利路亚 希里亚 拉卡巴 沙 拉巴 希里亚 拉巴 哈巴 拉巴 希里亚 拉巴 希里亚 喔 希里亚 拉卡巴 希里亚 拉巴 希 再次拍张 最大的感谢尊荣 敬拜来归给 坐在宝座上 圣洁的高雅 我们的神 祂没有改变 从今时 直到永远 阿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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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唱下面一首诗歌 新的意象 新的方向 愿意主今天开启我们的眼睛 叫我们看见 叫你看见你生命中 神所刺下新的意象 新的方向 不要忘记耶稣基督是我们的意象 是我们的方向 好不好 我们唱首诗歌 我们也一起来奉献 来 祝你生命中 来 我已经过去 我已经过去 在基督里 神过度的荣耀 神过度的荣耀掌现 神过度的荣耀掌现 全体都要渴望 神过度的荣耀掌上 神过度的荣耀掌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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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一参以为 祝我们再也没你 谢谢你 祝今天早上我们也再一次 我们所从你领受的金钱奉献给你 主要帮助我们知道 怎样使用这些金钱 继续不断传婚姻 报好消息给进祝圆祝 还没有认识你的人 主我们祷告 求你使用我们 借着我们 让他们听见福音 让他们可以认识你 他们可以领受救恩 像我们所领受的一样 主啊 我们再也没你 谢谢你乐于你聽我们的祷告 奉祀耶稣基督的圣名 Amen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怎么样 应该没有嘛 我想你跟我一样 我们都想到领受神的祝福 我们今天来看 你怎么样可以成为一个领受神祝福的人 我们来先看一段经文 这段经文是马可福音的第十章十七到二十二节 这段经文这个故事 其实同样在马太跟路加都有提到 弟兄姐妹身体上 凡是讲记得两次三次的就特别重要 今天这段经文也是非常非常重要 因为跟你有关系 跟你怎么样领受神的祝福 有非常密切的关系 我们来看 我来读给各位听 马可福音十章的第十七节开始 耶稣出来行路的时候 有一个人跑来 跪在他的面前 就问耶稣说 良善的夫子 我当做什么事才可以承受永生呢 请注意 良善的夫子 我当做什么才能够承受永生呢 耶稣就对他说 你为什么称我是良善的呢 除了神一位之外 再也没有良善的 诫命你是晓得的 不可以杀人 不可以奸淫 不可以偷盗 不可以做假见证 不可以亏父人 当孝敬父母 他对耶稣说 这个人就对耶稣说 父子 这一切我从小都遵守了 耶稣看着他就爱他 对他说 你还缺少一件 去变卖你所有的分给穷人 就必有财宝在天上 你还要来跟从我 他听见这话 脸上就变得色 悠悠愁愁地走了 因为他的产业很多 这个人是一个还不错的人 可是显然主觉得 还做得不是很够 那你来 那你把你所有的都变卖了 分给穷人 那你就有财宝在天上 你还要来跟从我 这个人一听见这个话 就悠悠愁走了 因为他来财子很多 对我们这一段经文里面 提到三次讲到良善 良善 良善的意思就是 美好的性质 公义啊 道德啊 就是好人的意思 好的意思了 看马太福音的五章第四十五节 里面说 这样就可以做你们天父的儿子 因为他 因为神 神叫日头造好人 也造歹人 这个好人就是良善的意思 同样一个字 同样意思 这样给义人 也给不义的人 就是好人 所以我们知道良善 就是好的意思 好人的意思 好 所以这个故事看到有一个人 他就来到耶稣的面前 跪在耶稣的面前 就问主说 良善的夫子啊 我当做什么 我当做什么 才能够承受永生呢 我要做什么 我才能够领受 那个永远的生命呢 所以利用我们这个人 带了一个非常重要 至少对他来说 非常重要的一个问题 来到耶稣基督面前 他是一个迫切的寻道者 他迫不及待 问耶稣一个 在他灵魂深处一个 他觉得是最重要的一个问题 他就问说 夫子啊 我要做什么 才能够承受永生呢 我要做什么 才能够享受永远的生命呢 弟兄弟们 你有同样的问题吗 你很在乎永生吗 你想知道 那个永生的道路是什么 蒙福的道路是什么 我们信耶稣真的很好 感谢主 主给我们很多的恩典 所以我们 主有很多的应许 我们到主面前说 我们会求这个 求那个 求主赐过工作 求主赐过婚姻 求主赐过家庭 求主赐过好的孩子 保守我们都十分平安 解决我的问题 解决我的痛苦 解决我的疾病 这个都很好 神有确实应许我们 没有问题啊 但是如果我们所求的 只是这一些 那就很可惜 因为我们错最重要的 在地上这一切 都会过去的 那永远的祝福呢 那这个人显然 他心中知道 这个问题很严重 很重要 所以他就来到 耶稣的面前 问主这一个问题 我应该做什么 才能够称作永生 那第二个你知道 如果你看马太埃 马可 路加福 你就发现这个人 这个年轻人 他是一个 非常有钱的人 钱很多 然后他又是个 年轻有为的 是一个官员 少年得志 有权力 有权柄 有权势 而且他拥有 事实上每一个人 所最羡慕的 最期待的东西 就是怎么样 他有青春年华 还很年轻啊 你不羡慕很年轻 我记得我妈妈 还在的时候 她说我很年轻嘛 她就常常在我面前 之后就有意无意 就叹气说 哎呀 年轻真好啊 我那是不觉得 可是我现在 看到我们年轻小朋友 说哎呀 年轻真好啊 OK 所以 可是这个少年 他什么都有啊 对不对 他有钱 他有权势 他又有年轻啊 他拥有你我所羡慕的一切 弟兄姐妹 可显然他的心里 并没有满足 前两天 如果你看新闻 你知道有一个 非常有名的一个女歌星 对不对 他就过世了 那有人推测他 可能是亲生嘛 自杀嘛 那当然是个 非常遗憾的事 如果你 我是没有听过他的歌 可是我也知道 我也知道他 他是个非常非常有名的一个 中外都非常有名的一个 一个歌星嘛 对不对 我特别位置 我就看那个Google 看他 哇 好厉害哦 得了无数的奖 不是一个两个 不是十个二十个 你回家看看 我都好羡慕 好厉害 我从小长大 只得过一个奖状 就是有健康比赛 小学三年级 他得这么多奖啊 而且很有名的奖 太厉害了 而且他 他很有钱 他遗留了财产 四十亿 不要说四十亿 不要说四亿 都是四千万 在我们当中 有几个人 这一辈子可以赚四千万 不多 他用这么多钱 而且他很年轻 对我来说 才四十八岁 什么都有 他就是没有快乐 他就是没有满足 可今天我们这个主角 这个年轻的少年官 他 我觉得他有超人的智慧 跟聪明 他知道他不可能 永保青春 就像彼得在彼得前出 一章二十四节所说的 因为凡有血气的 凡是人啊 尽都如草 他的荣华 他的美容 都像草上的花 草壁枯干 花壁凋谢 有一天总是会老的 他也知道他的财富 他不可能永远保有 他的财富 不要为自己 积攒财宝在地上 地上有虫子咬 有能秀坏 也有贼挖窟窿来投 他也知道 他不可能 永远保持 拥有他的权势 对不对 你看 政党一轮替 什么都没了 他知道 他没有办法掌握 他自己的未来 他没有办法得到 他心中期待的 永远的安全 我们不晓得 他对耶稣认识多少了 可是我相信 他一定听过主的名声 他一定听过主的讲道 甚至听过主的讲道 为什么 因为主的讲道的重要 最重要的信息是什么 耶稣一出来就说 天国尽了 你们应当悔改 耶稣走遍加利利 在各会堂里教训人 传天国的福音 医治百姓各样的病症 主的信息的核心 是天国的福音 天国是什么 诗篇145篇13节说 你的国是永远的国 神的国是个永远的国 这是永恒的国 在永恒那种国度 当然就是永远的生命 是不是 所以这个就是少年 他心中所期待的 这个人 那天他带着热切的心 自动地来到耶稣基督面前 带着尊重和敬畏的 态度跪在耶稣基督面前 你不要忘记 他是个官 跪在耶稣面前 非常尊敬的 来到主的面前 就像今天早上 我们来到主面前一样 我们为什么知道 他很尊重耶稣 因为他说 耶稣说 他称耶稣说 夫子 夫子 第一个夫子 就是犹太人的拉比 老师的意思 这个称谓在犹太人中间 是非常不寻常的一个称谓 在犹太人社区当中 犹太人对拉比 对拉比带着 他们觉得拉比是最杰出 最受尊重的人 拉比 夫子 犹太人的习俗是这样的 犹太人尊敬父亲 父亲的权命是很高的 所以每一个孩子 如果来到父亲的房间 都需要站起来 表达对父亲的尊重 起立 只有一个例外 就是这个父亲 如果有一个儿子是拉比的话 当这个儿子来到他父亲的房间的时候 这个父亲要站起来 不是向儿子致敬 是向儿子的那个职份 表达他的尊重 这个少年观 他带着极大的敬意来到耶稣面前说 良善的拉比 我能做什么 才能够得永生呢 我能做什么 才能够得到永远的生命呢 他为什么问这个问题 第二个人知道 如果我们读圣经 我们知道在旧约圣经里面 承受永生 基本上跟遵守命令 遵守律法有关系 所以这个少年人就来到主面 说我还要遵守什么 我还要做什么 哪一条哪一条 我才能够得到永生呢 他以为他需要 再遵守哪一条命令 哪个律法就可以得到永生 我必须做什么 才能够得到永生 那我们看主的回答是什么 我们的主很聪明 主就用另外一个问题 来回答他的问题 主就问他说 你为什么说我是良善的呢 难道你不知道 只有一个是良善的吗 就是我们的神 注意这样的这个话 各位你知道 我拆开个话题 历史带有许多 他们不信耶稣的人 他们抵挡主的人 他们就抓住这句话说 你看 连耶稣都说 他自己不是个良善的人 有没有 只有一位是良善 就是我们的神 那显然我不是 耶稣没有这样讲 连那个少年人 他都知道 耶稣那天只有说 只有一位是良善的 就是神 耶稣并没有说 所以我不良善 没有啊 当然因为少年人不知道 可能不知道 主就是 耶稣就是神 就是我们的神 三位一体的神 对不对 他不知道 他正在 正在这位 道成肉身的神讲话 好 那主为什么提醒他 说只有一个是良善 其实少年人 主要对这个少年观 也对我们 说我们基本上 我们对良善这个看法 的看法 其实很肤浅 很肤浅 主就开始教导这个少年观 主也教导我们说 什么是神眼中的良善 主说只有一位是良善的 就是我们的神 对不对 很多时候 包括我了 我们都觉得 虽然我不完全 可是我比某些人良善多了 是不是 你会不会这样感觉 特别是你看到一些新闻里面 有些人他们真的 他们真的无恶不作 或者他们觉得 他们这个行径 真的太差劲了 我们为什么这样想 因为我们觉得良善 这个比较的一个术语 我比他好 我虽然不完全 可是我比他好 我比他良善 比方说像那个在 圣殿祷告的那个法利善人 那天有两个人 在圣殿祷告 一个是法利善人 对不对 一个道德标准很高的 神的律法都遵守的人 他跟另外一个人 另外一个是瑞吏 是犹太人最讨厌的 卖国贼 瑞吏 这个法利善人 站在圣殿祷告 就跟神说 神啊 你看 我不像他 我不像这个人 勒索 不易奸淫 也不像这个瑞吏 我一个礼拜禁食两次 我每个主日就聚会 我还有成条祷告会 我都有奉献十分之一 我每天都看这个活泼生命 你看 我不像他 我不像他 香蕉 确实 香蕉 第四章 很多的人 我们真的觉得 我们还不错 真的是个良善的人 对 我们为什么这样感觉 因为 我们用我们自己的标准 来 来比较 我们用世界的标准 来比较 但是对我们也要知道 神不会用你的标准 来比较 来看你 神也不会用世界的标准 来 看我们 神会用他自己的标准 来看我们 神给我们的 这些受到的物 神给他孩子 包括你 包括我的标准是什么 神呼召我们要圣洁 要完全 像他圣洁 像他完全一样 神不会降低他的标准 来配合我们 所以我们知道 当然我们如果 我们明白 我们来到神的标准面前 我们就看看 我们自己有没有发现 我们这个离间的标准 太远了 太远了 对不对 所以保罗就很清楚告诉我们 保罗说什么 罗马书三章第十节 二十三节 保罗说什么 保罗说 就如经上所记 没有义人 没有好人 没有良善的人 连一个都没有 因为世人都犯了 最亏缺的神的荣耀 保罗自己也这样看自己 我们都觉得保罗是一个好人吧 我跟他相比 保罗当然比我良善多了 对不对 但是保罗说什么 没有一个人比保罗更人是自己 保罗说什么 罗马书七章十八节 保罗说 我知道在我里面 就是我肉体之中 没有良善 在我里面没有好 因为我看到 虽然我立志要做好人 做好事 可是我做不到 我做不出来 我做出来都刚好相反 这就是保罗的弟兄姐妹 所以每个基督徒 每个神人女都应该知道 我们没有办法靠着遵守律法 我们没有办法靠着我们的行为 去得着永远的生命 就像那个少年官说的 我要做什么 才可以得到永生 你不要这样想吧 因为在我们里面没有良善 在我们里面 我们根本没有能力去遵守神的律法 保罗在罗马书三章二十节说 因为凡有血气的 没有一个人能行律法 能在神面前称义的 因为律法本来是叫人知罪 那我们怎么办 那我们怎么办 我们可以得救 我们可以享受永远的生命 听你们是因为信 是因为信 今天我想花一点点时间 跟各位分享 因信称义的真理 因为这个真理非常非常重要 是我们信仰的根基 我尽量讲得比较清楚 明白一点 罗马书一章十六到十七节 保罗说 我不以福音为耻 这福音本质 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 先是犹太人 后是希利尼人 因为神的义 神的义正在这福音上显明出来 这义是本于信 以至于信 如经上所记 义人必因信得胜 这是因信称义的道理 从这两节经文 我们看到 我们的信仰的核心 基督教信仰的核心的真理 就是因信称义 因信称义 一切都是从那边开始的 那这个信是指到 我们相信耶稣是神的儿子 他就是神 是弥赛亚 是世人的救主 他为了我们的罪来到地上 而且为我们的罪 死在十架上 流出他的宝血 借他的宝血 竭尽我们的罪 因着他的宝血 我们的罪得到赦免 我们得到救赎 像以福守书一章第七节所说的 我们借着爱子的血 得蒙救赎 过犯得以赦免 乃是照他丰富的恩典 是神所做的 而且当我们接受耶稣基督 为我们所成全这个救恩的时候 我们就成为神的儿子 他就接纳 我们做他的儿子 我们怎么样 就得着那个生命 好 在约翰福音一章十二节 凡接待他的 就是信他名的人 他就赐他们全民做神的儿女 我们既然做了神的儿女 成为他的儿子 我们就从主领受一个 他的生命 对不对 就像我说我爸爸 领受一个生命一样 约翰一书五章十一到十二节 这见证就是神赐给我们永生 这永生也是在他儿子里面的 人有了神的儿子就有生命 没有神的儿子就没有生命 所以我们知道 我们怎么样领受 那个永远的生命 是当我们接受耶稣基督那一天 我们就领受了 当我们信耶稣那一刻 我们就被称为义 神的圣灵在我们里面 就开始做工在我们生命里面 继续不断改变 我们叫我们一天比一天 跟人都成长 成为圣洁 那到底什么是称义呢 称义 第二年我们需要知道 神称我们为义 其实我们并没有真正成为义人 我们看我们自己 保罗他已经得救了那么久了 他说什么 在我里面一物良善 神乃至算我们这些人 是义人 算这些相信他的人 包括你 包括我 成为义人 罗马书四章第五节 唯有不做工的 只信称罪人为义的神 他的信就算为义 你知道算为义是什么意思吗 就是你本来不配 算你为义 你知道我记得 我刚去美国念书的时候 我还没有选电脑课 可是那个课 我选的课需要念电脑 很多年前 很多年前就念个basic 年轻人可能不知道什么东西 这最基本最基本的电脑课 我就是怎么也搞不清楚 怎么也不会 就不会 那个老师 年轻人还不错 那个年轻的老师 一个白人 美国人 我这个成绩应该是当掉了 他叫我写一个program 我根本就完全不会 我说 好了好了好了 给你个D好了 算你过了 就是这样 就是算 好不好 算 我们什么都没有做 只当我们相信耶稣基督 那主就算我们为义 算什么意思 我再讲另外一个比方 从一个人的账户里面 把这个人的钱 转到另外一个人的账户里面 这样听得懂吗 把你的钱 转到你儿子的钱 的账户里面 音信声音就是 神把耶稣基督的义 转到信徒的账户里面 我们账户里面本来没有义 神把他的义 耶稣的义 转到我们的账户里面 所以当神看到我们的时候 看到信徒的时候 神没有看到我们的罪 神看到耶稣基督的义 因为神把义 转到我们的身上来 所以神看我们都是义的 都是义的 这是音信成义的道理 所以弟兄里面 算有两个层面的意思 第一个就是 我们知道 罪得盛免 就是我们救人的中心 我们的罪就被取消了 我们的罪被弥补了 被赦免了 因为耶稣基督保险 因为主耶稣基督的实价上 祂代替我们 使祂承担我们的罪 你知道记得旧约里面 神将百姓的罪 都归到无瑕疵的 那个羔羊身上 对不对 当赎罪人那一天 旧约记载 赎罪人那一天 祭司把手按在 那个戴罪的羔羊的头上 象征性的 将以色列百姓的罪 就转到那个羊的身上 然后把这个羊赶走 赶到旷野 再不要回来 表示他们罪得到赦免 那个羊则满冤枉的 戴罪的羔羊 在新约圣经 我们就看得很清楚 在我们讲到十字架的时候 我们就知道 耶稣就是那一只 戴罪的羔羊 祂替我们受死 替我们承担罪 耶稣基督 祂到地上 道成人 祂是没有带罪性的 在主里面没有罪 而且祂的地上 也没有犯任何的罪 包括圣的思想上 祂就是代替我们成为罪 神把我们的罪 转在耶稣基督的身上 所以我们明白 在释迦当主 为我们死的时候 祂消极地 为我们承担了 神的愤怒 因为罪 所有的罪都在祂身上 所以圣地的神 需要离开祂 神需要审判祂 当神惩罚耶稣基督的时候 祂其实是在惩罚我们的罪 因为神把我们的罪 把你的罪 转到耶稣基督的身上了 这个道理应该很简单 我们就问小朋友 我们主力学小朋友说 你知道耶稣为你做什么吗 大概应该小孩都说 耶稣为我的罪 死在世界上 对不对 出去老师一定要教这个 最重要的 标准答案 但是另外一方面 更积极的是什么 弟兄姐妹 如果 你就想 有点复杂 不过你可以想 如果耶稣祂 要使罪人称义 祂只是单单付诸 对罪的负面的惩罚的话 那主只要到地上来 为我们死 上师这样 直接上师这样 就好了 对不对 可是你们留意到 主一生 三十三年半的时间 祂由女人而生 祂一生顺服神的律法 祂遵守 严格遵守神所有的命令 遵守神对 祂儿女 每一项的要求 连祂受洗那天 祂不是跟约翰说吗 你替我受洗 约翰本来不敢的 你说你替我受洗 因为我们理当这样 经诸般的义 我应该了 我应该了 因为主这样子 所以弟兄弟们 我们需要知道 耶稣祂积极顺服的重要 这个很重要 耶稣祂不只消极地 为我们的罪付上了代价 受了惩罚 祂也积极接着祂的顺服 完全地顺服神 来实现神的公义的要求 你需要明白 如果主旨为我们的罪死了 赦免我们的罪 如果只是做这个 那我们就不过回到 伊甸园起祝一样 你记得伊甸园 我们的始祖亚当夏娃 他们都没有犯过罪 对不对 还没有吃这个 分别的山药树果子之前 他们就很快乐 每天每天 就是吃这个吃那个 活着活着活着 可是神对我们的期待 不只是这个 不只是这个 神为我们预备 伊甸园只是个影子 神为我们预备 乃是个永恒丰盛的生命 弟兄姐妹 如果 如果他们一直活在 亚当夏娃 一直活在伊甸园里面 他们就没有机会 因着学习顺服 以至于神的公义 可以彰显在他们身上 他们就不会经过 耶稣基督那个赦罪的恩典 像我们经过的一样 他们就会明白 主的爱 神的爱是何等的 常或高真 祂爱我们到个地步 拆祂的儿子来 为我们生命 为我们死 他们就是活在伊甸园里面 每天吃这个吃那个 这样有意思吗 神对我们的期待 不只是这个 神期待我们 借着耶稣基督的宝血 买送我们的贵给祂 让我们可以享受 那个永恒永远的生命 神要我们活在 那个启示录 最后所说的 那个新天新地里面 神没有叫我们 一直活在 创世纪第一章里面 所以耶稣基督 祂不只是为我们死 祂也为我们而活 祂活出 祂一生活出 顺服神的生命来 第一个 这就是福音的全部 福音不只是说 我们的罪 被转移到 耶稣基督身上 福音也是 神把祂的义 转到我们身上 记得祂的死 神把祂完全的义 转到我们身上 所以每次神 看到我们就说 我称祢为义 算祢为义 你是个义人 因为神的 耶稣的义 在我们身上 当我们相信耶稣那一天 神的义 就在我们身上 被称为义 所以弟兄你知道 当我们说 因信称义的时候 信当然很重要 可是你需要了解 信只是一个媒介 信只是 我们称义的一个工具 我们借着信 与神的公义 可以连结 与耶稣的义 可以连结 所以马丁路德 这位改教家 他说我们的义 是一个额外的义 就是从外面来的义 感谢主我们需要这个义 因为在我们里面 如果我们期待 我们可以结出义的果子来 那不可能的 在我们里面义无良善 感谢主 主把义赐给我们 那我们也是我们说 这好消息 常说福音是好消息 因为神白白地 称我们为义 神把他儿子耶稣的义 赐给凡相信他的人 接受他的人 而且这个义 不是我们的义 这是耶稣基督的义 在我们生命里面 只有这个义 可以达到神 完全的审判的标准 所以另外 当我们说 因信称义的时候 其实我们是说 因着耶稣基督的义 我们被称为义 是很重要 可是我们不是因为 相信称义 我们是因为 耶稣基督的义 所以我们被称为义 我们因信称义的根基 是耶稣基督的义 因为只有这个义 在神眼中看来 只有耶稣基督的义 在神眼中看来 是一个完全的 政治公义 而这个义 当我们相信 耶稣基督那一天 神就白白赐给我们了 好不好 好 但是因信称义 还有什么 还有下一半 我来看耶稣的地理 地上地理雅各 他怎么样提到 因信称义这件事情 雅各书的第二章 的十九节 十九节 雅各讲的也很重要 很重要 雅各说什么 你信神就因为 信得不错 没错 没错 但是 魔鬼信 却是战精 很有意思 我们要留意这个 雅各告诉我们 说什么 如果我们只把信 当作个简单 离子上的认识 比方说 我问你说 你相信耶稣 为你而死吗 你说我相信啊 这样子你有得救吗 我现在问各位 说你相信耶稣 为你而死吗 我相信啊 这样你有得救吗 显然雅各说 嗯 不见得哦 你相信 没有什么了不起啊 魔鬼相信啊 那魔鬼有得救吗 没有啊 他只是害怕而已啊 对不对 所以你知道我们 在我们讲 因性生意的时候 讲到信心的时候 至少有三件事情 其实雅各讲的 这三件事情 第一个是我们当然需要 对福音有具体的内容 知道福音到底是什么嘛 就是耶稣基督 他神的儿子 他会爱我们到地上来 为我们的罪承担罪 为我们留学 为我们舍命 为我们死 然后复活 我们发现 我们是个罪人 我们需要救恩 我们接受耶稣基督 成为我们的救主 这个是福音的内容 对不对 这个第一个 你需要了解 福音是什么 不然我们到底在信什么啊 不是来教会 做一做就是信耶稣 也不是耶 你需要知道 福音到底是什么 然后你需要认同 理智上需要 物系上认同 是 我信的这些都是事实 可是这还是不够 对用里面 你认同这个福音的事实 还不够 为什么 魔鬼也认同 魔鬼也相信耶稣 但是 魔鬼有得救吗 魔鬼没有得救 那第三个是个关键 你有前面一二之后 你需要 个人你需要 接受 相信 依赖 这个福音的内容 这个救恩 你相信耶稣基督 和他为我们成全的救恩 每天依靠他 活在那个信心里面 听说明白 当然我们说到 因信称义 我们说 唯独因信称义的时候 不只是说 你不要误会说 只有信心就够了 不是 因为真实的信心 如果你真正的安息 在耶稣基督 被称为义的里面 你真正的信心 会带来一个结果 就是你会接受 义的果子来 义的果子是什么 信心告诉我们说 就是一个行为 称义的行为 你要有好行为 如果我们说 我们因信称义 可是我们没有活出一个 神儿女的 应该有的行为 那就证明什么 证明我们其实还没有称义 你标准那么高啊 那不是我讲的 雅各说的 因为称义的果子 是行为 所以弟兄弟们 所以我就带入下一个题目 就是弟兄弟们 我们需要明白 遵守主的命令 有好行为 是非常重要的 是蒙福之路 因信称义 当然是蒙福之路 可是不要忘记 我们遵守主的命令 是蒙福的道路 我们知道我们不是 靠着遵守律法 遵守命令得救 这是我们知道的 对不对 但是遵守主的命 仍然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非常非常重要的 叫我们可以领受祝福 你看耶利米书 耶利米先知 怎么告诉我们说 七章二三节 他说我只吩咐 他们一件说 你们当听从我的话 我就做你们的神 你们也做我的子民 你们行我所吩咐的一切道 就可以得福 蒙福之路是什么 听神的命令 遵守 而且去做 才可以得祝福 这是耶利米先知的话 因为很多时候 我们回来救恩里面 我们回来恩典里面 我们觉得信心 真的太重要了 感谢主的恩典这么大 所以到一个地步 我们觉得旧约 有的人觉得旧约 根本不重要 律法都过去了 因为就像我上次 跟各位分享 那是死的执事 对不对 因为荣光都没有了 慢慢退去 保罗在那边讲的是 他是比较的 他没有说律法不重要 耶 耶稣说什么 马太福音五章十七到十八节 耶稣说 莫想我来要废掉 律法和先知 我来不是要废掉 乃是要成全 我实在告诉你们 就是到天地都废去了 律法的一点一化 也不能废去 都要成全 律法很重要 雅各的弟弟 他又说什么 雅各书二章十七十八节 对不对 你看 雅各说这样 信心若没有行为 就是死的 必有人说 你有信心 我有行为 你将你没有信心 的信心 只给我看 我便借着我的行为 将我的信心 只给你看 有点复杂了 可是我简单 告诉各位什么意思 雅各说什么 信心跟行为 是一体两面 就像一个 一个同板一样 不能分割的 行为是 信心的证据 也是信心的果子 信心是活的 自然会表现在 行为上 如果没有行为 达哥说 那个信心就是死的 不是真的信心 好不好 确实有时候 我们需要留意 很多时候 我们只记得 神很多的应许 很多的祝福 我们却真的忽略掉 遵守主 能命名 才能够 领受这些祝福 是真的 很多时候 我留意到 因为我很喜欢听 很多牧者的讲道 我也需要学习 对不对 中外牧者的讲道 他们学习很多功课 可是我确实有时候 我留意到 神的仆人 我们的同行 我们同盟召了 有时候我们忽略了一点 当然牧者的 出发点是好的 要鼓励地用你们起来 对不对 你知道最常听的是什么 生命记忆的28章13节 逼后一半 说什么 夜话就必使你 坐手不坐尾 居上不居下 这个应许好不好 大家都喜欢 神允许我们 坐手不坐尾 居上不居下 我这是做头的 大家要听我的话 都要顺服我 居上上位 都做总经理的 不做科研的 好啊 确实是有时候 这神的应许没错 但是我们忘了 那个先决的条件是什么 生命记28章13节 B的前面有13节 A 神怎么说 你们若听耶和华 你们神的诫命 就是我今天所吩咐你的 谨守遵行 不偏左右 也不随从 侍奉别神 然后 耶和华就必使你 坐手不坐尾 居上不居下 你想坐手不坐尾吗 你想居上不居下吗 摩西 神记得摩西 告诉我们说 那你啊 你就遵守主的秘密嘛 对不对 还有另外一处 约书亚记的一章 约书亚 我都知道 他继承摩西的 一致神 吩咐他 带一次的百姓 进入流奶与蜜之地 丰盛应许之地 我记得以前 我们的老教子 他当时告诉我们 流奶与蜜之地 就是预表神在 在耶稣基督 每一切都丰盛 地里面 如果你想得到 耶稣基督丰盛 神你应许我们 凡你脚挡 丑大之地 都要赐给你了 所以我们觉得 感谢主 祖八 我们这么多的恩典 都赐给我们 隐藏在神里面的 一切的丰盛 都给我们了 我们好喜欢 我们都喜欢 但是我们忘记 第一章的第七八节 那个先决条件是什么 你要怎么领受神的祝福 第七节说 只要刚强大大壮胆 谨守遵心我 仆人摩西所吩咐你的一切律法 不可偏离左右 使你无论往哪里去 都可以顺利 这律法书不可离开你的口 总要奏业思想 好使你谨守遵行 这书上所写的一切话 如此 但你这样做的时候 你的道路就可以横通 凡事顺利 我们只喜欢 最后道路横通 凡事顺利 可是我们忘了 神前面告诉我们说 怎么样可以蒙佛 顺受主的命令 顺佛 我们怎么样才能够 成为那个合乎神 标准那个良善的人 有好行为呢 对我们就是借着神的话 借着律法 诗篇119篇第九节 少年用什么 包括中年人 包括老年人 用什么 竭尽他的行为呢 就是遵心你的话 你要怎么样做 成为一个良善的人 可以领受神的祝福 就遵心神的话 对不对 所以世人就祷告 你看119篇第六十八节 这个作者就是跟祷告神说 主啊你本为善 你所行的也善 求你将你的律力教导我 他说神啊 你是善 你本来就是良善 只有你是善的 你所做的也都是善的 那教导我 用你的律法教导我 怎么样做一个善人 良善的人 好叫我可以领受神的祝福 你要怎会成为一个良善的人 可以领受神的祝福 尊重神的律法 没有其他道路 没有其他道路 律法是圣洁 是公义的 是良善的 因为我们的神是良善 对不对 良善是神的本性 良善是属的神 神的属性 而真正神的良善 就是从神的律法中 让我们看见 所以当我们遵守神的律法的时候 我们就可以成为一个良善的人 成为一个圣洁公义的人 好叫我们可以领受神的祝福 好不好 那下面我要跟各位分享 好 那我们要怎么样来遵守主的命令 好 很重要 你要蒙福吗 我说你要蒙福吗 那你要遵守主的命令啊 那你要遵守哪一条命令呢 这个年轻人 那什么都遵守了 还有哪一条呢 好 我们来看 耶稣就告诉他 马太福音19章17节 同样讲这段故事 对不对 耶稣对他说 你为什么以善事问我呢 就因为是良善的 括号 古卷说 你为什么称我是良善的 除了神之外 没有一个是良善的 好 这个马太福音有 然后主说 你若要进入永生 就当遵守命令 遵守命令重不重要 重要 耶稣你今天对他说 你要进入永生吗 你要遵守主的命令 好 但另一个问题是 那有点矛盾啊 我们不是不能遵守 借着遵守主的命令 进入永生吗 好 第一个事实上 这个经文这一段说 你要进入永生啊 那个希腊语人 没有讲永 只有生啦 就是如果你要进入 你要进入神的生命 丰富的生命 耶稣不是说 他来是要叫人得 生命而得得更丰盛 耶稣我们预备 丰盛的生命 好 你要怎么样 得到这个丰盛的生命 主说你要遵守命令 就让我们看见 遵守命令 是一个先决的条件 你想领受 神的丰盛的生命吗 那你需要 遵守主的命令 主知道我们没有办法 借着遵守命 得到永生的啦 因为律法说 你只要违背一条 你就等于犯了重条嘛 对不对 没有一个人有能力 借着遵守律法 来进入永生的 所以主告诉我们说 但是并不表示 遵守主的命令不重要 那是一个 领受祝福的 一个先决的条件 而且主让我们看见 我们没有办法 遵守命令啦 所以我们要来怎么样 来转向神 我们要来依靠神 好 那这位年轻人 基本上 我讲到第三点 跟随耶稣是蒙福的道路 第一名 你要怎么样蒙福 今天我们的题目是 蒙福是路 对不对 你要怎么样领受 永生的祝福 神的祝福 就是要 你跟随耶稣 是蒙福的道路 为什么这样说 你看 马太福音19章21到22节 我们继续看这个故事 耶稣就对这个少年 鸡皮鸡的前面讲的 就是说 你要尊重命令啊 这个这个这个那个 那个少年说 我从小都遵守了 从小参加主日学 都遵守了 就是说 好 那你如果愿意做完全人 可去变卖你所有的 分给穷人 你必有财宝在天上 你还要来跟从我 那少年听见这话 就悠悠愁愁地走了 因为他的财产很多 我不晓得你觉得怎么样 我个人觉得这个少年 他已经很棒了 弟兄姐妹 他已经遵守了 许多主的命令 实践里面 主说那几条 他都遵守了 好不好 虽然有很多简经家 就觉得 哎呀 这个动机不一定啊 不是靠律法诚意啊 虽然都遵守命令 不禁得会得救啊 那也没错啊 可是我们从来 不猜别人的动机嘛 对不对 你怎么知道 他动力是什么 至少耶稣 主这么说 你看 马可宾十章二十节 到二十一节那边 他对耶稣说 父子我从小都遵守了 主说什么 主没有说 啊 假的啦 没有啊 主看着他就爱他 主看着他就爱他 这是个 真是好年轻人 但是主期待他更完全 主期待他可以得到 永远的生命 主期待他可以得到 永生的祝福 第二天 可能你觉得你已经很好 很爱主了 可是主希望你更好 更完全 对不对 所以主鼓励他说 来跟从我 可一世少年他就 哎呀 他赢到如今他就 他放弃了 他不愿意付更大的代价 第二天 我们愿意跟随主 是到底吗 论到跟随主 我们都知道了 如果你圣经说 主不是告诉我们 说你来背十架来跟随他 对不对 我记得前两次 我还跟过分享 背十架来跟随主 什么是跟随主 当主要求年轻人 你来跟随我 那边想想 哎呀 算了吧 那所以对我们来说 很重要 什么是跟随主 我们都知道 那个十架道理 对付己的生命啊 很多方式可以舍己啊 可是今天我想强调 其中一点 基本上跟随主是什么 什么是具体的跟随主 主自己教导我们 因为我们讲了背十架 我们天天背十架跟随他 基本上蛮抽象的 叫我们天天舍己 对付老我 什么对付法 对付我脾气啊 都很好啦 可是主在这边 讲了一个非常具体 跟随他的一件事情 我们讲了跟随主 其实很简单嘛 就是主做什么 我们做什么 对不对 主说什么我们说什么 那就是跟随他 跟随他 有一次主连续讲了三个比喻 要叫我们明白 什么是具体的跟随他 什么是那个蒙福的道路 今天我要从这个角度 来跟各位分享 什么是具体的跟随耶稣基督 这段经文记载在 路加福音的十四章跟十五章 没有时间看里面 我大概讲一下 我们现在有个概念知道 圣灵是没有分 本来是没有分章节的 没有分段落 什么十四章 十五章 十六章 没有 后来有人 他们很有心 他们为了帮助我们 可以看得很清楚 很明白 有分段落 十四十五十六章 几节几节几节 所以你看圣灵有的时候 是整段一起看 才可以看之后 到底主在讲什么 十四章 路加福音十四章 主就讲到 背十下来跟随他 对不对 二十五节说 有很多人都想 跟主同行 主我跟随你 跟随你 主就说 好啊 你要跟随我 对不对 人若不爱自己的父母 妻子 儿女 弟兄 姐妹 和自己的性命 就不能做我的门徒 凡不背着自己的十下 跟随我的 也不能做我的门徒 主说 你要跟随我 对不对 要背你的十下来跟随我 好 背什么 怎么背法 怎么要跟随主 然后主就马上 来到十五章 可是是一个段落 弟兄姐妹 你不能把它切开看 好 主就告诉我们说 什么是跟随他 当主说 你们撇下一切来跟随我的时候 主说 告诉我们说 什么是跟随我 跟你说 你要做什么 主连续讲了三个比喻 三个比喻 告诉我们 什么是跟随他 什么是背十字架 一个是寻找 亡羊的比喻 一个是寻找 失去的一块钱的比喻 一个是浪子回头 寻找 失去儿子的比喻 第二点 我们知道 主这个很棒的一个老师 很棒的拉比 所以他教导方式就是 他会用一个比喻 来教导我们一个真理 一个属灵真理 用另外一个比喻 教导我们另外的属灵真理 他有时候用两个比喻 来教导一个属灵真理的时候 那表示那个真理很重要 好 但是主在这边 他用三个比喻 来告诉我们 这个属灵的真理 来告诉我们 什么是跟随他 如果耶稣讲了一个比喻 我们没有听懂 主讲两个 主讲两个 我们还不了解 那主讲三个 那我们就应该知道 主的意思是什么 主告诉我们 什么是跟随他 主告诉我们 他在做什么 他要求我们也照着做 我们来看这三个比喻 好不好 第一个比喻就是 寻找那个 失去的羊的比喻 从小 如果你在族学长大 你从小就听着故事了 小孩子都很喜欢听着故事 好 我长话短说 路加福音十五章 那边说 主用个比喻 有一个人 他有一百只羊 有一只羊 不听话 就跑到外面去 就走失了 那那个人呢 那个牧羊人就 就去找 找到就很高兴 把这羊带回来 很高兴 就对他的朋友说 这个羊 我已经找到了 你们跟我一起快乐吧 好 然后耶稣说什么 我告诉你们 一个罪人悔改 在天上 也要这样为他欢喜 交比为九十九个 不用悔改的一人 欢喜更大 所以我们就明白 这个比喻是什么 那个在外面的羊是什么 就是罪人 还没有悔改 还没有认识耶稣的人 对不对 那九十九是羊 不用悔改的是谁 就是你啊 就是你啊 好 后来主要讲一个 失去钱的一个比喻 有一个 有一个妇人 她有十块钱 有一块找不到了 还有九块 她就 哇 她就拼命找 打了灯啊 找打了房子啊 仔细找啊 找到以后就好高兴 跟她朋友说 哎呀 我找到这一块钱了 你们跟我一起 欢喜快乐吧 对不对 然后主要说什么 我告诉你们 一个罪人悔改 在神的死者面前 看来也是这样 为他欢喜快乐 所以丢掉那块钱是什么 是罪人 还不认识耶稣的人 那九块钱是什么 就是你 好像那个浪子的比喻 一个爸爸有两个孩子 那个老二就跟爸爸说 啊 我要把财产分给我 爸爸真的就好不好 爸爸给他 他就出去把爸爸的 所有菜都花完以后 落到一个地步 没有东西吃 他想着 哎呀 我何必在外面受苦呢 我爸爸什么都有 我就回 他就回家 他爸爸远远看到他来 就好高兴 就拥抱他 儿子回来了 我有一个图告诉各位 这三个比喻 好不好 我们来稍微分析一下 你看 从这个图 你们看到 这三个比喻 看来一件事情 就是他们有共同点 就是有些东西 在一个错误的地方 有没有 有些东西 在对的地方 那中间有一个 有一个人代表神 三个段落 三个部分 在第一个比喻里面 牧羊人代表了神 对不对 那一只羊呢 就是迷失的羊 在错误的地方 好 那 那九十九十羊 在对的地方 来 突突突 在对的地方 有没有 那一只羊 是什么 还不认识主的人 罪人 那九十羊是什么 就是你 第二个比喻 这个女人代表神 丢掉那一块钱 是代表什么 代表还没有认识主的人 那九块钱代表谁 代表你 代表我 好不好 第三个比喻是 一个儿子 一个浪子 在一个错误的地方 在外面流荡 他代表 罪人 父亲 代表神 那 大儿子呢 大儿子虽然表现不是很好 如果你看故事你知道 可是 不管怎么样 他还是在家里面 他代表我们 丢掉里面 主用这三个比喻 叫我们看见的重点是什么 主叫我们看见 有两种不同 一种人 一种东西在错的地方 那一块钱 一只羊 还有那个浪子 有一种东西 一种人在对的地方 九十九只羊 九块钱 还有大儿子 而神在中间 对不对 神在中间 当神在中间的时候 你有没有地理到 神的注意力在哪里 牧羊人注意力在哪里 在那只迷失的羊身上 九十九只还不够吗 牧人觉得不够 也许我们觉得够了 够了够了 可是牧羊人觉得不够 他无法忍受 还有一只羊 迷失在外面 所以他留下九十九只羊 他急迫地去寻找 那一只迷失的羊 那个妇人也是一样 那个代表神的女人 她已经有九块钱了 可是他仔细打着灯 翻箱倒柜 也要找到那个 失去的那一块钱 一直到他找到为止 第三个比喻也是一样 那个父亲代表神 他有个大儿子 还不知道在家里 可心心念念 想到那个在外面 流浪的那个第二个儿子 我们怎么知道他 想念他 因为你知道故事说 当儿子回来的时候 爸爸就远远看到他 就好高兴 就抱他 把好东西都给他 第二天那个不是碰巧 那天刚好爸爸 在那边等他儿子回来了 这个爸爸一定 每天在那边 期待他儿子回来 主让我们看到 重点是什么 他的注意力 就在那一只羊身上 在那一块钱身上 在那个浪子身上 主的眼目 总是在那些 在错误地方的人事物上面 可是不要忘记 弟兄姐妹 今天当神在看那些 迷失的羊 丢掉一块钱 还有浪子的时候 主也回头看我们 从这三个笔 让我们看见一件事 主回头看我们 并且对我们说 你们来跟踪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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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寻找那一只迷失的羊 你们来跟踪我 去寻找那丢掉的一块钱 你们来跟踪我 去寻找那个流浪的儿子 听听听 这是我们信仰的核心 这是我们信仰的原形 你看耶稣怎么说 耶稣说 人子来 为要寻找拯救世上的人 耶稣来的目的 就是为这个 那天当他被挂在石架上 下面能计较他 那些祭司长 文士系统他说 哎呀 他救了别人 不能救自己啊 你看 救救自己吧 听听听听知道 没错 他不能救自己啊 因为他如果救自己 他下来 他就不能救别人 他就不能救你 不能救我 因为耶稣来 他是要来救别人 他是要来救你 救我 马来福音二十章二十八节 正如人子来 不是要受人的服侍 乃是要服侍人 并且舍命 做多人的暑假 这个人包括你 包括我 多人 但是还有在外面 那是迷失的羊 丢掉了一块钱 还有那个在外面流浪的样子 下面我要跟各位讲 一个故事 来结束 好不好 这故事是讲的 一位年轻的牧师 约翰·哈伯牧师 John Haber 为什么想到他 因为最近 你们看了新闻 就是 就是铁达尼一号 关于铁达尼一号的故事 有没有 有一个 讲了好久以前 有段时间 好多年前 二十年前 那个铁达尼一号电影 开始 大家想到这个故事吧 经过二十年 大家已经再会忘记了 为什么要想起这个故事 因为前几天 有五个人 我不晓得他们想什么 很有钱的人 他们就做了一个潜水器 他们叫 泰坦号 其实就铁达尼一号 翻译不一样 他们就做了 这个探险 就要潜水器 潜到海里面 伸出要看那个铁达尼一号 铁达尼要不是沉到海底 对不对 结果不管怎么样 设计不良嘛 就爆炸 这个泰坦号就爆炸 五个人就当场都死亡了 所以铁达尼一号 有再次引起人的注意 我不晓得你有没有留意到 铁达尼的故事 1912年4月14日 差不多在刚好100年以前 铁达尼一号第一次 第一次首航 从伦敦到纽约 就出世 创造冰山 船上有224个人 1514个人都死亡 同年4月27号 伦敦的报纸 登出一个新闻 说有一个人在传承的时候 他表现出非常英勇的一个行为来 有很多人这样做见证 这个人就是今天我跟我分享的 约翰·哈勃牧师 蒋哈勃尔牧师 他是英国苏格兰 进行会的一位牧师 他过世年代他40岁 很年轻 很年轻 你看起来匠名有点老 其实40岁 很年轻 他太太很早过世 他有个六岁的女儿 叫做Annie Jessie 其实这个年轻人 这个年轻牧 他是很有为 在神的国里面 他是可以被重用的 为什么 因为他这次去纽约 是因为在芝加哥的穆迪教会 请他再一次去分享 拍布道会 因为约翰·哈勃牧师 曾经在穆迪教会 讲道 很受欢迎 各位知道穆迪教会 是神的伟大仆人 穆迪所建立的 那个教堂在一百多年前 就四千个位置 很大教会 能在穆迪教会讲道 不简单 不是随便随便 牧师那边讲的 一定很受欢迎 所以他们又再一次请他去 所以他在神龙国度里面 前程示警 前都看好 那一天 他带了他的六岁女儿 Annie Jessie 还有他的一个子女 他们三个人坐那个船 铁拿尼号 当出事的时候 他还敏感 可能他还没有睡觉吧 他就知道这个船出事了 他是头几个可以上救生艇的 你知道大部分那时候 还在睡觉 还关在那个小的隔间里面 船上很多的隔间 对不对 那是晚上 但是江哈勃牧师他知道 但是他那天 他做了一件事情 他把他的女儿交给他的侄女 然后他亲吻他女儿的额头 对他说 有一天我们再见面 然后他没有上救生艇 他就回来做一件事 他跟随耶稣去寻找 那迷失的一只羊 还丢掉了一块钱 那个浪子 因为哈勃牧师 他就开始敲每一个客舱的门 大力敲 唤醒这些客人 告诉他们说 赶快进入救生艇 特别是还没有认识耶稣的人 赶快进入救生艇 他为什么这样呼喊 因为他知道 如果今天晚上他死了 他知道他可以去哪里 他可以享受永生的祝福 可是那些还没有认识耶稣的人 如果今天晚上死的话 他们的结局就是 进入永远与神隔绝的黑暗里面 在这个年轻的牧师里面 他心里有一个极大的负担 所以他一直继续不断做 继续不断做 如果那天 约翰哈勃他进入救生艇 没有人可以责怪他 对不对 但是他没有这样做 所以他最后 他跟后面几百个人 他们就没有救生艇了 事实上很多救生艇 还没有坐满人 但他们尽量 坐在救生艇上面 他们就尽量划开 离开那个船 远远的 因为他们怕危险 怕危险 他是数百人 掉在海里面的其中之一 其实就因为你还有空位 只那些人没有愿意靠近 他们落到海里面 约翰哈勃知道 那天跟他一起落在海里的人 没有机会再活下去 他们没有生还的机会 所以他就改变他的策略 他就在海里面大声喊着说 他就向海里面那些 在争扎死亡期间 争扎的人喊着说 相信耶稣吧 你们就会得救 相信耶稣 你们就会得救 因为那天晚上 在那个黑暗的深海里面 许多人在挣扎求生的时候 有一个声音 像施洗看的声音 呼喊说 相信耶稣 你就会得救 只有神知道 那天有多少人 因为听见这个海中的呼声 相信耶稣 因此得救 只有神知道 有多少人 因为听见这个永恒的呼唤 在那天他们把他们的生命 交在神的手中 以至于他们得着 那个永远的生命 铁达尼号 沉船之后一年 这些幸存者 他们就有一个聚集 很多人他们就讲 当天的情况 很多人起来做见证 第一个起来做见证 是一个年轻人 二十岁的年轻人 是威廉 约翰 米勒斯 就是这个照片 约翰 威廉 梅勒斯 他起来做见证 第一个 他说去年在船上 我才十九岁 我是几百个 落在海里面的人之一 那天我抓住一个碎片 但是我心中确定 今天晚上我就会死亡 他说可这个时候 那个洋流把一个人 飘进我的身边 这个人就是约翰 哈勃 牧师 他后来才知道 这个男人看着我 对我说 你认识耶稣吗 约翰 威廉 梅勒斯 他的心还没有预备好 然后约翰 哈勃就继续对他说 你相信耶稣 相信耶稣 你就会得到拯救 他说 那海洋又把我们分开了 又要分开 他说我就一直在思想 这个话是什么意思 可是过不久 洋流又把我们放在 靠在一起 约翰 哈勃对我说 你现在相信耶稣了吗 他说我回答他说 先生 我还不太确定 他就对我说 相信耶稣吧 相信耶稣 你就会得救 他说我在里面看到他 但是那天晚上 在当下在海上 威廉 约翰 哈勃把他的心交给了耶稣 你知道几分钟之后很奇妙 唯一一条一艘回来拯救 愿意拯救那些 多来海里人的那艘救生艇 把他从海里救起来 一年以后 当他们聚集的时候 约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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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位年轻人 他作件说 那天晚上 我被拯救了两次 其实那天晚上 很多救灯艇仍然有空位 但是那些已经得了拯救的人 他们不愿意回来 因为他们知道 如果我们靠近 拯救那些人 你也乱抓 那不确定 可能他们 所以他们尽量脱离现场 因为怕危险 所以他们眼睁睁看的那些人 落在海底的人 他们沉没到海底 第二个 我们要成为哪种人 我们要成为那些 眼见周围的人 即将灭顶死亡 却见死不救的人吗 还是我们愿意像约翰 约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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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知道今天我们的主角 这位少年观 他选择了 他不要再继续跟随主 那我们的选择是什么 耶稣就讲得很清楚 你们要跟随我吗 那你要背世家来跟随我 那主说 什么是世家 什么是跟随我 求主帮助我们 借着故事让我们明白 什么是跟随他 好不好 我承认 跟随耶稣 这条世家道路 是一个不容易的道路 是一个宅路 弟兄姐妹 那天门徒也这样问主 你知道这个少年 就离开以后 主就对门徒说 哎呀 财主竞争过 这太难了 对不对 那门徒就问主说 主啊 那这样子 谁还能得救呢 门徒一直说 那这样子 谁还能得到永生呢 谁可以承受永生 谁能够跟随你呢 这么难走的路 耶稣说什么 也说 在人是不能 在神却不然 因为神凡事都能 你愿意跟随主吗 我必须说 第一个就是这条 不容易的道路 如果照主要求的 不容易啊 但是 但是 主告诉我们说 在他凡事都能 好不好 我们来 我们这已经定义 要跟随他的人 我们来依靠神 相信他的应许 我们继续跟随他 继续跟随他的道理 好不好 作为帮助每个人 好 我们来祷告 然后我们来唱诗歌 这也没错 主耶稣 我们谢谢你 怎么爱我们 主谢谢你为我们上十架 谢谢你为我们舍命 谢谢你称我们为义 主今天早上 我们也会跟你说 主我们愿意跟随你 我们愿意效法你的脚踪行 主要我们做什么 我们就做什么 谢谢你今天把这个少年的例子 见证放到我们面前 主我们愿意跟你说 主我们愿意跟随你 虽然不容易 可是你应许我们说 再也能不能 再也凡事都能 所以帮助我们来依靠你 帮助我们忠心跟随你 也跟随你到底 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 奉主耶稣基督的圣灵 阿们 阿们 好 来 我们唱下面的诗歌 好 来 我们谢谢牧师 给我们一个这么棒的信息 告诉我们 我们都要走在 蒙福的道路里面 而蒙福的道路很清楚 具体的告诉我们就是要跟随耶稣 而跟随主的路就是 我们要效法主 要榜样 爱那些私上的灵魂 其实今天牧师分享的时候 我想我们都必须承认 我们人其实都是蛮自私的 我们想的都是我 我 我 大概很少人会像 John Hubbard 牧师这样做 至少我想我大概有 我可能没有办法 我刚刚听了我其实蛮感动的 所以祷告主 我希望 我们可以有个愿意的心 只要我们有个愿意的心 神可以拿走我们生命中 所有的自私 更多想到我们旁边人的需要 我觉得这就是一个 跟随主的路 我们不能 可是主可以 我觉得这个约翰牧师 一定是神把一个这么大的爱 放在他里面 所以一个人他才可能放下 他的挚爱 那个女儿才六岁 可是我相信今天你愿意为主 放下你的挚爱 有的时候不太容易 连为主放下手机都不太容易 可是我相信神可以帮助我们 走这条侍奉的路 跟随主的路 那就是一个蒙物符的道路 愿神今天透过祂的话 再次的激励我们的心 主 我就是要这样来跟随你 少年观祂不要 可是我要 我也要这样今天来跟随你 我相信主会给我们力量 来跟随他 Amen 每个 每个 每个狂风暴雨里 你同在在哪里 每个难处的孤立 你恩典在哪里 每个伤心失望你 你爱我爱的好地 在你爱的光中 我的脚能力 每个 每个狂风暴雨里 你同在在哪里 每个山主的孤立 你恩典在哪里 每个伤心失望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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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爱我爱到底 我爱你 在你爱的光中 我的脚能 全心飞出来说 我爱你 用尽我全心全意全力 荣耀高去你的名 我感谢不怀疑 我爱你 用尽我全心全意全力 在这爱的路程 我奔跑不放弃 再来一点 每个狂风暴雨里 你同在在哪里 每个难处的孤立 你恩典在哪里 每个伤心失望你 每个伤心失望你 你爱我爱到底 在你爱的光中 我的脚能力 我爱你 用尽我全心全意全力 荣耀高去你的名 我感谢不怀疑 我爱你 用尽我全心全意全力 在这爱的路程里 我奔跑不放弃 一起来炫耀 思念受敌 绝不被困住 心里作难 绝不止失望 痴战痴情 你哭住 你哭住 要成就 尽中 无比 永远的荣耀 我爱你 用尽我 你哭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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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尽我全心全意全力 imper theological 中的时间来为自己祷告 再次的把自己身上 求神把一个竭力爱主 爱灵魂的心放在我们的里面 哈利路亚让我们这样全心的为主 求神拿着我们生命中的软弱 我们生命中的自私 就是这样愿意单单的为神 为主而国来遵守主的诫命 哈利路亚 感心的背起自己的十字架 来跟随我们的神 哈利路亚我们相信我们将来祷告 将来寻求我们的神 愿意再次把自己奉献给神 神要赐给我们力量 神要把那个愿意的心 更多的放在这里面 哈利路亚 神尼亚喇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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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祝福祢的儿女 祝福祢的儿女 神尼亚喇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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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leluia 可以让更多的来塑造我们的生命 主让我们坚定的来依靠 坚定的来跟随祢 谢谢主 谢谢主 谢谢主的恩典 谢谢主的怜悯 谢谢主 Amen Amen 谢谢主让我们再次拍张 把最大的掌声荣耀 感谢来跟给我们的神 Aloh 我们相信神要听我们的祷告 Aloh 我们这一生都要走在蒙古的道路里 这一生要跟随神 要奔跑不放弃 谢谢主 谢谢主 Am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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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我们离开的时候 我们祝福我们的弟兄姐妹 告诉他 神的恩惠在你身上 Amen